今天我们能读懂古埃及的历史 全靠这块残破的石碑 罗塞塔石碑 其中三段文字不但颠覆人类历史 还揭开了埃及众神的真相 最神奇的是 埃及文明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我国 1799年 拿破仑远中区占领埃及 一位法国上尉在修建军事工程时 挖掘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上面刻着三种字体 看起来灰色难懂 因为是在罗塞塔发现的 石碑的名字也就被命为罗塞塔石碑 整个石碑高114.4厘米 宽72.3厘米 厚27.9厘米 上半部分丢失严重 已经无法找回 石碑最上方是古埃及人 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 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字圣书体 这是他们寄字神明时才会用到的文字 掌握这种文字的人 早在公元四世纪就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如今所有有关古埃及的文字记载 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文字 中间部位的文字是古埃及的世俗体 是神形字体 向平民普及时产生的一种新的字体 然而这种字体在公元六世纪也已经失传 无人能懂 所以下面的第三种文字是古希腊文 也是上面三种文字里唯一还在使用的 这让法国人喜出望外 只要破解下面的文字就能知道 上面文字记载的大体内容 然而当时正值英法战争 也就没人能顾得上破译这些古老的文字 最后英国人取得了胜利 根据战后的条约 英国人表示 法国人在埃及占领的所有领地和得到的55吨文物 都要作为合法战利品 归英国国王所有 尽管法国人非常想把石碑带回去研究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后来索塞塔石碑成了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大英博物馆也派遣大量学者尝试破解石碑上的文字 他们发现三种文字记载的内容是相互呼应的 只要能破解古希腊文 就能破解古埃及文字的秘密 然而破译了整整20年 其中的秘密人们还是一无所知 直到法国学者商伯良的出现 才让古埃及文明重现世间 13岁就学习了拉丁文 阿拉伯语 波斯等十几种语言的商伯良发现 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 不是单纯表意的象形文字 而是一种表音和表意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这种语言体系跟西方完全不同 反而跟中国汉字更加接近 也难怪西方学者破译了20多年 都没能参透其中的奥秘 石碑上共有1419个古埃及象形文字 486个古希腊文 商伯良冲起一生 终于在1822年破译了石碑上的文字 还编辑了一个文字对照的字母表 也就是现在的古埃及文字字典 有了它 今天我们才能破译古埃及文明 让我们得知了罗塞塔石碑上 记载埃及众神的真相 这块残破的石碑上 不但记载了古埃及众神的真相 还颠覆了人类的认知 考古学家破译整整20年 才知其中真相 这块石碑就是震惊世界的罗塞塔石碑 其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全球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3400年前 古埃及有一个叫做 图特摩斯四世的法老 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 图特摩斯在尸身人面像头部的阴影位置睡着了 梦里他见到尸身人面像里的神 告诉他自己的四肢都被黄沙淹没了 如果他能把自己解救出来 神就让他当这一片土地的王 石碑上说 醒来的图特摩斯立即按照神的指令 把黄沙掩埋下的尸身人面像身体 都给挖了出来 神奇的是没过多久 原本不是继承人的图特摩斯 就当机成了国王 为了还愿 图特摩斯再次带人来到这里 给尸身人面像立了一块石碑 这就是罗塞塔石碑的由来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 也有不少学者表示 这有可能是当时古埃及人 为了信仰传承下的故事 石碑上记录的内容 还是托勒密武士相关可信度最大 那是一篇继位一周年的纪念发言 里面详细记录了 法老继位后这一年的功绩 以及法老的优良品德 这些内容都是法老本人亲自撰写 用的也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但是继位的托勒密武士有些不同 因为他并不是埃及人 而是战上埃及后的希腊人后代 所以他根本就不认识古埃及象形字 不过因为刚刚继位 他需要和国家和子民建立一些关系 延续埃及王朝的文化和制度 所以他需要一块 用古埃及象形文字 卷刻的继位书 于是这块石碑 就由当时还了解古埃及文的祭司所写 但是法老的继位碑文 总不能连法老都看不懂吧 就刻印了相应的希腊文 这也就是石碑上有三种文字的原因 询了石碑上的内容后 法国学者还惊讶地发现 石碑上还有一句话 非常耐人寻味 人类起源的真相 就在石像下面埋着 后来相关人员又在附近 挖出了一块造型奇特的石碑 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很多耳朵 数量多达74个 鬼域中透露着一些神秘 专家认为 这块石碑一定有什么特殊含义 因为之前发现的石碑上 从来没有这块图案的出现 清洗到石碑底部 专家发现 下面卷刻了一行文字 内容是 能听到祈求的真实之主 这里的主 就是古埃及神话里 孟菲斯之神普塔 专家推测 上面的耳朵应该是工匠 想象神灵祈求什么 耳朵就代表神能听到 神能听到 他们的乞讨就能应验 耳朵越多就越灵验 或许就是古埃及人当时的信仰 然而仔细研究后 我国学者竟然在 罗塞塔石碑上 发现了与中国文化相通的部分 中国下朝的文化 很可能是从古埃及传过来的 中科大孙教授提出猜想 华夏文明很可能起源于埃及 它的依据有三 他对200个阴呈青铜器 进行检测时 发现这些青铜器的放射性 跟埃及青铜器非常相似 所以这些青铜器 很可能都来自埃及 孙教授还认为 实际里对大雨制水的 就是尼罗河 因为里面河流的分布 跟古埃及尼罗河床分布 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所以孙教授认为 大雨制的可能是尼罗河 而且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特征 更像是西方的面部特征 但是这些都有相关依据 证明前面说的并不是真实的 首先 现代基因检测数据显示 埃及和夏商朝 是不存在基因层面的交流的 也就是说 商朝人不可能是由埃及人 迁移而来的 其次 古埃及建筑以石结构为主 我国没有石结构建筑的 最后 我国华像文明的起源 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从阴韶文化 到河南龙山文化 再到二里头文化和银虚文化 一脉相承 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青铜器放射性的问题 只能说 两大文明之间存在交流 这种交流 使两大文明互相影响 所以才会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中华文明西方起源说 一直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说法 我们不必太过焦虑 毕竟 苏美尔这个公认最古老的文明 还是起源于中国的古枪族人 因为苏美尔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 来自东方的黑头发人 这么说 埃及不就是继承了苏美尔文明吗 这是不是也间接表明 埃及文明来源于华夏文明呢 所以 不管是文明西元说 还是文明东元说 都是各国对知识和观点的碰撞 是对人类文明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 因为在历史五千年的长河中 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在 我很骄傲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你呢 我是文明西元